大家好 我叫刘贝贝 来自江苏徐州 14年毕业后一直在金融与互联网行业 从事销售与销售管理的工作 目前与朋友合伙经营一家汽车销售公司 这次来到非你莫属平台 想寻求一份销售相关 或者各位老板认为适合我的岗儿 你这名字挺有意思的 贝贝 而且这个贝是贝靠贝的贝 因为小时候嘛 家里面是农村的 小时候老家上户口的时候 村委会统计的时候 名字统计错了 所以你以前不是这个贝是吧 对 我以前是刘贝的贝 名字叫刘贝 我的天哪 这个人真是坑了你啊 那我问你 你的命运到贝不贝呢 还好吧 没有什么贝不贝的 努力一点就好了 努力一点就好了 是吧 对对对 最开始就是做销售 在消费金融公司做销售 然后从到了16年8月份的时候 当时候家里面发生一点事情 然后从这消费金融公司就离职了 然后过后的工作岗位就是进了信赖公司 做信赖团队 就是这个信赖行业的团队经理 做了一年 一年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 因为这个营业部撤离 所以说也被迫离职 到了18年的1月份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就做这个汽车销售 然后大概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被调动到我们江苏连运港去负责这个连运港城市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我这个简历上面写你已经结婚了 对 已经结婚了 24岁这么早就结婚了 因为父亲身体不太好 当时候家里面催得也比较着急 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你今天面试的是什么职位 销售相关的都可以 或者在座的企业家 认为感觉适合我的都可以 能不能展示一下你的销售 可以 卖车吗 我们就卖给郭兰好不好 但刚刚这个人不会开车 他老挪车把车挪坏了 可以 你好 郭兰 郭女士 我这边是某某公司 我看到你有在我们平台上浏览 一个三十万左右的一款车型 你这边目前有哪方面需要了解的吗 对 我确实现在想准备买车 然后我又不太懂 女生对这些东西都不清楚 当然我有个需求 就是我是买一个四座的轿车 还是买一个七座的SUV 因为未来比如说两年以后 我有了孩子什么的 我想要一个大一点的车 所以我是不是一步到位 买一个七座的 然后以后家庭来用呢 其实按照目前来考虑的话 因为车价相对来讲 也是优惠比较大 就是说无论是轿车 还是SUV车型 选择的三十万左右 选择的概率也会比较多 但是就于我的推荐 如果要说目前 在四座车够用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先重点考虑一下 四座车型 因为包括油耗 还有这个性价比 包括舒适性这方面 还是轿车相对来讲 会比较舒适一点 行啊 那我就先买个四座车吧 那你们店里的 这个品牌的四座车 和别的店里的 同样价位的四座车 好在哪里呢 有优势吗 首先呢 你在我们平台上看车 你也应该了解我们平台 因为我们平台在全国 每一个县级市 就是说包括三四线 四五线的县级市 都会有我们这个 煤店的存在 然后我是 至于优势这方面来讲 第一我们车型 包括品牌 基本上涉及了多品牌 四百多块车型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我们 如果你这边要是全款的话 全款的话 我们这边的优惠力度 可以尽量跟你争取 这是其一 如果你要是想分期的话 我们这边从两首付 到五成首付 到免息都可以 这个具体是 根据你这边的需求 到时候咱们具体再聊 其实在选择五座和七座的时候 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 其实用一句话 就可以说得非常清楚 因为在这个市场上 没有真正的七座车 后面的那两个座位 不是牺牲了空间 就是完全牺牲了你的舒适性 临时乘坐两个人可以 但是长期的使用 七座车根本不如五座车 实在 后面两个座 基本上就是拼凑上去 如果你要后面最后两个座 要坐得非常舒适 这个车基本上是 六十万以上的价格 你看涂雷老师不是卖车的 但是我更信任他 他如果说了这个的话 对我的决策可能帮助更大 我觉得他在销售过程里边 只谈了价格的优惠性 因为这个价格多么低 我们在什么地方 可以提车 你可以卸下店看 其实他把这个要点 没有分析到位 我觉得贝贝啊 在刚才那段销售的过程当中啊 用四个字来形容 你的销售能力 一塌糊涂 第一点 人家都过来都表示出来说 我要买七座的 这我们就是 客户的需求 已经自动地讲出来了 我们叫顺藤摩瓜 对吧 你不顺藤 你也不摩瓜 你非得卖你那四座的圈 对吧 还得想一堆话术给他绕过来 第二点 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要 收拢 聚焦 对吧 那他既然 也接受你选的 这个四座的车了 那我们要把这个 大概的车型 给他 框出来 而不要再提我们平台 有四百多种 那怎么选啊 对吧 你要缩小 缩载这个范围 再次确定客户的 这个需求 对吧 那第三 就是 我们不要去谈 这个什么 分期付款 这些事 我们还是要聚焦到说 那我们约到 我们几点来 你这是有一个 销售路径 还有他在说的 在销售过程里面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说 他一开始说 给过篮推荐 三十万的 车 过篮 跟随着 他的话 那就三十万的话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 三十万的车 肯定是看不上的 一定让他掏七十万 买更好的 七座车 这才是销售的本质 我觉得你们这些boss 太坏了 人家小伙子 其实回答得很好 你们把他说什么 必须得按照套路来 必须得要流程来 三十万的钱太少了 我觉得你们 不是 超西老师 我要打断你 他说的是 还是按照他原来 过往那个平台的 那个销售套路 真的就像周伟说的一样 他其实没有在 需求探寻的环节 去澄清这个问题 明明你可以有 更大的需求 可以挖掘出来 但是你没有深挖呀 然后你就想着说 就是那个三十万 那个 超西就特别喜欢 帮着选手 他就这样很出彩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选手真的是不合格 因为他是一个 从18年1月 到现在两年多的 老销售了 所以不要 事事都帮着别人 知道吗 错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恰巧忽略了一个 在舞台上 无实物表演 跟现实生活中 真实销售的差别 因为他不是一个演员 他不知道 我们在台上 给他出题的时候 其实是让他 他只需要模仿就行了 因为不是需要他表演 他做的 也不是 他老本行 好吗 好了好了好了 超西你别激动 其实说句实在话 今天面对于 郭兰这样一个消费者 真的挺好卖的 因为你一听就知道 郭兰是个不懂车的人 而且他特别渴望 别人为自己做主 他就特别自己没主意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用自己的专业性 去说服他 来帮他去定夺一款车型 告诉他这款车 怎么怎么适合你 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柳辈辈呢 其实你说他发挥的太差 也不是太差 只是他还是像原来一样 照片画葫芦 并没有针对于这个消费者的需求 和特点来做一定的销售政策的调整 他没有做 刘伯伯你认可吗 认可 朱雷老师 也谢谢各位老板 在这个销售过程中提到所有建议 我也会 过后我也会深刻地去总结一下 刘伯伯你这个说的 稍微有一点冠冕堂皇了 就是稍微有点客套了 因为我毕竟在汽车行业 还是干了一些年 客观来讲 我觉得他今天的销售 作为一个汽车行业的电销 他做的基本是对的 他如果是两年的从业经验 基本算一个合格的汽车电销销售 你这个转变是不是太大了 你看你做汽车销售 然后做这些 然后怎么要跑到黑洞和星空去呢 这个是比较神奇的 就是为什么要开始做投资了呀 是啊 这个我重点讲一下 然后选那个星空投资 因为之前徐磊老师那边一直在这个 非你莫属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微车平台 所以说我重点比较这样感兴趣 然后到黑洞那边呢 我纯属就是因为这个 经常观看这个节目 对黑洞老板比较认可 其实是从你来的 我只是个陪衬 贝贝贝我就是要质疑你了 我说你的工作的动机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你选择工作动机是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学习还是为了娱乐 我看你的这个求职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学习娱乐等于工作 你完全不把给他们带来价值 当做第一位的事情来考虑呀 我指的是我在以后工作中的工作状态 因为工作 我做销售本身相对来讲 压力就会比较大 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工作中 就是能以一种学习加娱乐的模式 来就是说去调节一下 自己本身已经就是说 高压力的一个工作状态 我只是这方面的意思 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你要求的工作地点 是要在当地还是哪里都可以 最好是江苏或者上海 然后其他地方也考虑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八千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求职 是来撞运气的吗 并没有这个想法 那你做了什么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的话 具体我这边确实没有准备的太冲烦 如果你真的要来面试一份岗位的话 你的岗位 你的求职意向 你的企业和行业都会非常的清晰 是的 确实没有做好 行吧 那我就不问别的了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率 好 让这个你的意向企业 尤其是杨荣 和这个许磊 给你一点赠言吧 其实我觉得你在老家把这个汽车的销售工作好好做好 其实是正道 因为今天刚有数据出来 中国的这个汽车销售量要开始走到这个商生通道 而且疫情以后大家买车的需求也很大 这个行业还是一个非常招扬的行业 所以你有这样的资源 有这样的经验 认真把这个事做好 可能比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有更好的机会 这是我灭灯的一个原因了 也希望你继续把自己的这份事业做好 好的 谢谢 贝贝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因为你就是虽然才二十多岁 但你已经成家了 而且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在老家去继续创业 又能兼顾家庭 又能把事业做好 我觉得对你来说是特别好的 好的 谢谢 好的 贝贝 希望你下次准备好了之后 再倒回你摸出来